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好嗎? 有沒有開始學習了呢? 今天一樣要跟大家繼續聊聊 就是股票的這個部分 上一支影片有跟大家聊到說 寶可夢現在有開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叫做保賺錢公司 然後目前就是惠哥已經有入股了 接下來出了一個陳咬金 就是我們的CWDTA 他也要來加入我們的所謂的公司經營的行列 那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趕快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希望寶可夢能夠藉由這樣子的故事 能夠讓你更加的了解 一間公司到底怎麼成立怎麼運作 這其實都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往下看 好 在本系列的影片裡面 這個影片裡面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一開始有這個簡單的活除定存的 這個所謂的定義 然後還有數位帳戶的介紹 再來的話呢 上一個段落是講到基金 現在講到的是股票的介紹跟費用 然後最後就是ETF 所以我相信這個系列應該對於就是 想要投資理財的人一定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所以我希望這些影片你們都要 就是仔細的看一遍好嗎?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往下走 我們現在股票的第二集呢 就是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覺得保賺錢公司 會是一間好公司嗎? 它是一間可以讓你賺錢的公司嗎?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衡量一間公司 會不會讓我們賺錢呢? 那其實有一些很有趣的指標 我們往下看 就是一間公司的淨值 就可以代表說這間公司它說 可不可以讓你賺錢的一個根本的依據 那這個淨值的話其實你們再往下看 你會看到我這邊寫到就是所謂的股東權益 也就是說寶可夢出資900萬 然後輝哥出資100萬 加起來1000萬 所以我們都是這間公司 保賺錢公司的股東 那我們股東的權益呢 到底有沒有賺錢 然後可不可以拿到這個所謂的利潤的部分 其實就是看這個公司的淨值有多少 那怎麼去認定這個公司的淨值呢? 我們往下看 股東權益的意思就是說 這邊寫到 當我們把公司所有的債務都還清了 那麼剩下的資產 也就是所謂的股東權益 所以股東權益就是 公司先減去他所做的債務 比如說我們有投資房地產 那這個房地產可以拿來蓋廠房之類的 那這些錢的部分呢 是負債 因為你可能是跟銀行借抵押貸款 所以你把這些債款 貸款的這個錢都扣除之後呢 公司有獲利的部分 才會是真正的股東權益 好 那你知道這個要幹嘛呢? 我們往下看 其實你知道一間公司的股東權益 其實就代表說 你知道這間公司基本的價值 因為你連他的負債通通都扣除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他所剩的 這個殘餘的價值是多少 那麼所有的股東就可以一起來 這個所謂的平均分配 這間公司的利潤這個樣子 所以重點來就是所謂的 今天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股東權益報酬率 這股東權益報酬率是什麼? 應該怎麼計算? 就是剛剛講到的這個股東權益的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可以計算出一個正確 而且精確的數字 是不是就代表說我們可以看這個數字 就可以判斷這個公司有沒有賺錢 是不是好公司 如果是的話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下手了? 所以這個股東權益報酬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股票的這個計算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 那簡單舉例來講 像我們這個保賺錢公司 我們的股本有1000萬 那麼寶可夢的部分呢 我有90% 所以我有900萬 那以10元一股來算我就是有90萬股 那輝哥的部分呢很簡單 我們再複習一下 輝哥他只有出自100萬 所以他是佔我們整個公司的這個 這個所謂股本只有十分之一嘛 好實際上就是10萬股 所以我們以每股10元的鏡子來講的話 寶可夢持有的是90萬股 輝哥持有的是10萬股 那我們算這幹嘛 往下看你就知道了 這個保賺錢公司呢 在寶可夢努力的經營 然後跟銀行打好關係 然後想辦法拿到特案送給大家 我們有賺錢了 我們投資資金 我們投資人力 然後還有技術跟硬體之類的東西 一直加進去之後呢 沒想到我們一年居然可以賺到 噠噠 百分之二十的獲利 哇那這就不得了 因為就是你放一百塊 然後第二年就變一百二了 所以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如果你用股東權益報酬率來看的話呢 他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10元放下去一年之後呢 幫你賺了百分之二十 就賺了兩塊錢 所以這個股東權益報酬率的 他的計算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上面寫的這個樣子 然後股東權益報酬率英文叫做 Return on Equity Return on Equity的意思呢 其實剛剛講的就ROE 那麼上一次影片有介紹的另外一個東西 EPS EPS跟ROE這之間的差異 其實我覺得一般人都會用EPS來去判斷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可以賺錢 但是比較厲害的人 可能比較精明的 像股神巴菲T 他說是看這個所謂的ROE 他會用ROE來去真實的計算出這個公司 確切的數據 因為他已經有扣掉這個所謂的負債的部分 所以他可以比較明確的去知道說這個公司 到底是不是將來的前景可期 然後是不是可以靠這個賺錢 所以ROE其實在我們在判斷股票上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跟依據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利用寶可夢講的這個 保賺錢的公司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到底要怎麼去計算這樣子 好 所以呢剛剛講到的就是賺兩塊錢 真的是賺很多 那麼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 這邊講到的就是股東權益報酬率 它真實的意思是 公司每股的淨利是穿造多少百分比的獲利 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例子 你就可以簡單去計算出 原來股東權益報酬率 是要這樣子做計算的 好 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們每年這個公司 都能夠為你帶來20%的獲利的話 那麼請問你應該要保留盈餘呢 還是要應該要把它就是換成現金股利發給股東比較好 那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講的話 我們最喜歡的比如說金融股 好 預算金台信金 好 或者是台北富邦富邦金控之類的 好我們都會希望說 這些金融股呢 它能夠給我們就是源源不絕的現金股利好 但是這些現金股利如果就是銀行沒有把它拿存著 然後繼續來做發展跟賺錢滾富利的話 那麼 它一直發給你 事實上我覺得它的 資產的成長其實非常有限 怎麼講 我們來這邊算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好這邊 有沒有 如果每一年你的股本是10塊錢的話 那麼每一年都產生20%的盈餘 那我們這邊可以往下看 你說在公司如果進行保留盈餘 並且不斷的股息再投資的情況之下 10元的第一年就是10元再加上10元的2%就是12嘛 好那第二年的話就是12元再加上12元的20% 講錯剛剛是20% 20%那你就會跑到14.4元 你就會發現這其實就是一個負利的公式 但是如果你是每年領取配息的部分 那它的本金永遠都是10元 10元每年讓你領走2元之後 它還是10元再去滾20% 就還是2元出來給你 好所以你這樣子慢慢走慢慢走 走12345678910年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第10年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用保留盈餘 然後持續的去滾出復利 那麼你拿到的本金加利息是61.92元 但是如果你拿到的 你用的是每年固定去領這個所謂的2塊錢的配息的部分 那麼你的本金10元的傾向之下 每年都給你2塊錢 那麼10年就是給你20塊錢 所以這樣加起來的話就是本金加利息只有30而已 但是它這邊你看 你如果是保留盈餘下去滾復利的話 它其實給你的是61.92 也就是說是原本10塊錢的6倍 所以這個是還蠻驚人的數字 所以現在大家看了這個例子 應該就知道所謂復利的威力是怎麼樣了吧 好像我這邊寫到就是 如果你公司是保留盈餘的話你的10元 在10年之內它可以為你創造出61.9元的這個價值 但是如果你是年年領利配息的部分 那你10元頂多就是創造每年2元 就是頂多創造20元 好最高就是30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看一下你會發現 哇哦 51.9耶 10塊錢變51.9 就是519%的獲利 但是呢如果你每年都是只是把配息領出來 而是單利的計算的話 那麼你頂多就是這個200%的獲利 然後這中間大概差了快2.5倍 所以這就是所謂復利的威力 只是單純的10年 20%的獲利就可以產生這麼巨大的差異 所以看到這邊聰明的人應該都知道 其實應該是要選擇保留盈餘 不管是股票鼓勵 或者是其他方式 其實都應該是要讓它在公司的價值裡面 持續的去滾 這樣子它拿到的這個利潤才會比較多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另外一個主角就要出來了 這個新人物登場 登登 我們的CW大大來了 哈哈 好啦我有跟他講過 就說那個照片借我一下 我們要來解釋這個股票 所以有跟他借這個照片 那這個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CW他這時候他就覺得說 哇哦 他覺得保賺錢公司好像真的蠻賺的 他可以加入嘛 所以他這時候他就跑去問那個輝哥 就說 欸輝哥輝哥你可以把你的股票賣給我嗎 那輝哥就講說 好啊 要賣你可以啊 那你來跟我講你要多少錢買 你就 出資多少 來了 你看這個東西是不是合理的 那我就把股票賣給你 那接下來就輪到CW在思考了 他就想說 嗚 一年的合理報酬應該差不多是10%吧 他不知道我們之前都是賺20% 所以 他就說 那我就花40塊錢 然後買每年4元的獲利 這樣子 除下來的話 你看4元的每股盈餘的話 除以40 所以 就是10%的報酬率 就符合他的預期 所以 CW願意 以每股 40元的這個價值 來買 輝哥身上的10萬股 每股10元 剛剛這樣有句講了 所以 他等於是 願意花400萬元去買 輝哥手上的10萬股 哇 你看 這個數字是不是看起來很驚人 我們回來看看 這個 輝哥到底是怎麼想的 好 輝哥就想說 哇 我一開始只有投資100萬元 然後現在 CW居然願意接刀 他還開了一個400萬元的天價 這一來一往之間 我轉手 我就賺了300萬 哇 這個數字是不是非常的誇張 所以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你如果你是 很厲害 會在股海裡面 就是打滾的人 的話其實 你光是賺取價差 也許你這中間 你就賺了不少 就好幾倍好幾倍 但是 股市我覺得 它其實是一個 隨機漫步的一個狀況 所以 你雖然說有一些工具 可以做判斷 當然可以 但是我覺得 大體上而言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隨機分佈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其實是 因為有人 人為在裡面 去進行買賣的動作 所以其實它是比較困難 去做預測的一部分 所以 這部分你就可以看到說 哇光是輝哥就是 只是賣了 原本跟寶可夢 投資的這個100萬 他馬上就 近賺多少 300萬 真的是 還蠻驚人的數字 如果 我也有這樣子的 這個機緣的話 我當然也要來賺這個錢 好 這很厲害 那現在的話就是 很多人都看 發現了 哇這個寶藏錢 真的很不錯 現在我們幼兒班的班長 小胡呢 他也撩下來了 他說 哇 那這個每年應該至少 有5塊錢吧 不會只有這個 這個4塊錢的獲利 所以 這個我們的小胡 他願意就是 以這個出資 50元的價格 來買這個股票 哇 那如果 揮哥的股票 他是改賣小胡 而不是改賣CW的話 他是不是 可以賺多少 這個50再乘以10萬股 他就是500萬 他馬上就是賺到400萬 中間的價差又多了100萬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股票的價格的漲跌 其實是因為這個 在股票市場裡面 我願意出資多寡 如果我願意出的高的話 那成交了 那你就有賺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個股價的出價 其實都是我們這個 所謂的市場上一個 隨機分布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覺得現在0050很便宜 我就再出多一點的錢買 那你覺得 你對市場是悲觀的 你覺得0050現在太貴了 你要賣掉 那麼 我們兩個只要一錯成交 事實上 你就賺錢了 然後我可能 我可能就是 買在高點之類的 所以這其實是 非常非常難以預測的 所以這個 大家如果要玩股票的話 其實你還是要去想清楚 因為 你永遠不知道說 在跟你做交易的對手 是誰 他會不會是外資 會不會是比你我有更多 這所謂的內線消息的有利人士 那他為什麼要賣給你 為什麼你買的這個價格 你賣的這個價格會成交 那其實都是 背後很值得深思的 因為 我覺得大家都可能在 使用股票上都會有一個 會陷入一個 一個迷思 就是說 如果我第一次這樣子去 隨機去買賣股票 我有賺錢 我就覺得說我好厲害喔 所以我接下來我就是 可能就會 降低我的戒心 然後就會花更多的錢 或者是 願意去賭一把的方式去做買賣 那你很有可能 你就會在下一局裡面輸掉了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跟你交易的對手 到底是比你厲害 還是比你笨的人 好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很聰明啊 我們一開始就有賺錢 我們怎麼可能會輸 但事實上 往往就不是我們 就是這樣想的 因為你要想想看 這些基金公司 或者是這些操盤手 他們背後可能都有一個智囊團 然後在擬定他們的股市交易策略 所以也有可能他現在看的就是 他接下來會大漲 然後你看的是悲觀 因為你看的都是過往的舊消息 所以你把它賣掉之後 股市就大漲了 好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股市是非常非常難以去做預測的 就好像我現在舉的這個例子 好光是 輝哥 CW 然後還有小胡 這三個人其實面對股票 就有一個不同的這個態度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非常難預測的 好再來 所以剛剛這個例子也跟大家揭示一個概念 就是說 其實不管外面的人是怎麼出價 其實保賺錢公司還是保賺錢 所以我的公司還是我在營運 那他到底他的盈虧怎樣 其實沒有經營權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所以外面的股價就算是滿天飛 或者是跌了一塌糊塗 所以都不會影響到我自己本身 在經營的這個狀況 頂多就是 他現在在一個很低的低點 然後你現在去買 你就賺到了 因為其實我原本的本質很好 所以你就可以用EPS 或者是RA這些工具 來去衡量這間公司 到底是不是被市場低估了 如果被市場低估了 那麼你進場就絕對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這也是股神巴菲特 他很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去找到市場上被低估的股票 並且就是逢低買進 然後一口氣就成為這間公司的主人 就是擁有這個所謂的決定權跟經營權 那麼就算這個公司後來變爛了 他還是有能力去靠這個經營 然後把這個公司就是有負轉正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股神巴菲特他非常厲害的一點 好所以來我們往下看 這個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告股票來賺錢呢 好那其實剛剛講的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就有講到兩個很不一樣的方向 都是提示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就是像輝哥 輝哥派的話呢 他就是參與公司的成長 所以他一開始就投資100萬 然後呢就看著寶可夢的公司穩定的獲利 穩定的獲利10% 20% 30%上去 所以他參與到了我的成長 而且我的那個保留盈餘 然後再放進去公司裡面 持續不斷的這個所謂的投資去賺錢 那麼他可以拿到的錢就越來越高 就這樣就是帳上的獲利 那當然最後他如果要出托賣出去了 那當然就是直接就是就是收割這樣子 但是基本上的話 他如果是屬於參與成長價值型投資的人的話 那麼他所持有的這個股票價值 是會越來越高的 只要寶可夢的這間保賺錢公司不倒 那麼他基本上應該是高枕無憂這樣子 那第二個方式的話就是像CW或者是這個小胡的這個做法 他就是所謂的賺取價差 他覺得有利可讀 現在買還是很便宜 所以他願意現在就進場 然後將來賣給就是後面的人 他如果願意出更高的價格來買 那麼你就是步步高升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種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賺取價差 所以你要怎麼靠股票賺錢 我覺得賺取價差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連我都沒有辦法去完全隨時的去掌握股市的狀況 或者是一間公司營運的狀況 因為你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去了解這個公司 他們賣什麼產品 他們的營運狀況怎麼樣 他們的經理人他們的總經理的這個品性是如何 會不會貪污之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公司營運這個層面上面 我們其實還是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 所以你很難去完全去了解一間陌生的公司 就算你看他的財報好了 也許你還是沒有辦法完全了解 他到底是賺錢還是虧錢 因為財報有可能做假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然後其實當然你如果要回歸一些比較基本的工具來去做判斷 我覺得也是可以比如說你也可以用基本面分析 或者是用技術面去看那個線圖的走線 K線圖啊然後有的沒的或者是那個蠟燭的那個 好所以其實如果你們有常常去看那個阿關的節目 就是那個這不是新聞 他上面就是很常有專家在上面跟大家解釋說 接下來他的這個股票的走勢會是怎麼樣 然後要注意什麼樣的事件 其實他們也都是技術面的分析居多 但是他就是預教於樂就是從新聞去帶到故事 然後去帶到將來這個股票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娛樂性很高的一個節目 常常我去上節目這樣子 好那第三個就是籌碼面 籌碼面的話就是你去看外資 他們或者是那種大手到大腳的錢 他們都是往哪一個方向走 那麼你如果跟著他走的話 也許你就會賺錢 因為大這個外資啊 這種很大的大筆金錢的部分提起 也是會帶有這個所謂的市場上的風向的部分 所以你也可以特別去注意說這個外資他到時候到底是買了什麼 又賣了什麼 就是看好或是看差 這其實都是一些可以 大家可以參考的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也都是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主題 因為這真的還蠻難的 所以我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讓我自己學習到這些知識 並且消化完之後分享給大家 就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到底有沒有更加無腦的投資選擇 因為如果對於你來說你去選擇一間好的公司 或是一個股票是要花這麼多時間 這麼辛苦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是像股神巴菲的 一樣這麼愛賺錢 然後這麼喜歡股票的話 也許你根本就很難花這麼多時間去跟人家比 你知道因為 真的很困難啦 說真的 因為你不是這間公司的員工 你也不了解他內部的經營狀況 那你要怎樣能夠靠這些帳上的數字 或者是網路上的資訊 然後去判斷是不是應該要買這間公司 或者是你是看著後照鏡開車 你是看著新聞發布之後你才去買的嗎 但是這樣你會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這個市場上的這個消息 其實只要在這個一發布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完全反映了 這個股票價值的部分 等到你聽到這個消息要再去買 事實上都已經太晚了 就是已經反映完畢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非常困難 也是非常非常有挑戰的一個 有點類似像賭博吧 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除非你是真的有了解到 就是這間公司 不然的話其實是還蠻難的 所以有時候後來 我就會退了求其事 就選擇這所謂的比較無腦的投資 比如說在國內的話 你就可能買0050或0056 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那我像我就會搭配一些證券公司 比如說永豐金證券的大戶頭 或者是封存股 就可以定期定額去買股票 買台股或者是金融股之類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還是有一些工具 但是到底有哪些工具可以讓你做選擇 其實就是我們下一集的內容 所以我希望能夠就是今天 用簡單的我們的保賺錢公司的一個例子 然後讓你去理解就是 上一集介紹EPS 本集介紹的ROA 讓你可以用一個比較概略的方式去理解 股票這個運作的機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也不要請 也記得要去那個訂閱我們的這個頻道 然後呢 每天晚上10點呢 我們就會上線一支新的投資理財相關的教學影片 或是信用卡清支 希望你能夠從我們這系列的影片裡面 去學習到如何運用這些投資工具 然後讓自己邁向財富自由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